通常都不看 都會去的 但因為之前疫症期間 所以就沒有這個機會 其實如果每年灣仔 有Art Brazil 每年我都會參加去看 可能IG那些 可能打卡那些會比較吸引我 有些可惜的是 例如展館剛好很多人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摸 看清楚那些展板 都可以說什麼 我覺得它仍然有點傳統 所以設計不算數字 互聯繫的 我想是的 現在現代人應該是 用多些不同類型的電腦 但都可以帶多一些 以前的真正一些藝術性的東西 都可以融化一個文化出來 很久之前不是有個清明上學 它不是VR的 但它是電子屏幕 然後有些立體互動 我知道在 Macao 他們有一個組合的設計 我認為這是一個興趣的 我希望參觀 我們的孩子 是3、5歲 我喜歡看設計 或跟他們的設計 所以有些東西 你可以走過 或是有鏡頭 或是有些東西 你可以觸碰或移動 會比較有吸引 因為好像有互動 好像遊戲一樣玩 可以容易吸引大家去的話 就會多些人留意藝術 現在這種裝置藝術 或者融合了科技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很貼近他們自己的生活 所以可能它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這種形式 會對大眾而言 更容易接受 以及會更加吸引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只是大家畫得不夠深 加油 努力點做 不要放棄 好像日本人那隻 像象人那隻 不斷地做 始終會有好幾個結果 想只是用幾分鐘 就掌握不同政策議題 立刻訂閱我們的頻道 看其他影片 就可以看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